好了 伙伴们今天呢带大家探个电 就是我身边这台成都市场刚刚上市的吉月07 那么这台车呢作为一个中大型的轿跑 它的整体外观呢看起来是比较有流线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啊 它这个机盖叫做泵式机盖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拼缝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整个延伸到车轮煤上面 是这么样的一个开启方式的 所以说它整个车身拼缝就比较少 整体感就比较强一点 包括呢它这个地方两条微微隆起的线条设计呢 就有一种柔和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它这个灵动眼眸智能大灯 它大灯里面的设计还是非常足的 我们来到侧面啊 它的整体车身长度呢 已经达到了4米95 轴距呢也是超过了3米 包括它的一个车身高度啊 也是达到了1米48的一个高度 但是呢 既然它作为一台中大型的轿跑 所以说它整体的线条设计呢 使这台车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臃肿 还是非常的有流线性的 包括它车背的这个地方的设计 是一个小溜背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看 稍微有一点点宽体的效果 因为它从C柱往后呢 是往中间收紧的 所以说整个后轮这个地方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饱满啊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小尾翼 在90鱼马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升起来了 并且啊 这台车还可以支持 从车外语音打开车门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Hi C Mo 打开车门 它车门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呢 因为这台车呢 它四个门都是有独立的毫米波雷达的 所以说我仍站在这边 它不会一下子就把门完全打开 它并不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刮蹭啊 碰撞之类的 所以说这点设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了 我们直接走进车内 带大家看一看 好了 我们已经坐到这台车内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并没有用手去购这个车门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配置啊 就是你坐在主驾驶位呢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踩一下这个刹车 它的门就可以自动的给你关上了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大家看到 这个门它就自动给你关上 并且它是一个电锡门 并不需要咱们非常这个不优雅的去用手给它拉上 所以说这点还是比较有心意 比较有创意的啊 然后呢 这台车有几个点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呢 它并没有两边的一个拨杆 也就是它并没有这个实体的换挡机构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换挡呢 大家可以踩一下这个刹车 然后呢 它在屏幕上就可以调节换挡了 往上拨一下就是D挡 往下拨一下呢 就是它的一个倒挡 至于到底使用起来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可能需要适应在那边一两天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驾驶机关 要么是从中共台山进行换挡 要么是这种怀挡的类型的 所以说这点需要大家去适应一下 包括它的一个转向灯的设计呢 也不是拨杆类型的 它是在这边有两个按钮 你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是打转向灯 在开启它的高阶的服务驾驶的情况下呢 它可以实现就是自动的给你打转向灯 所以说这点我觉得设计的还是非常的高级的 大家可以看到 极越07的这个类式设计呢 还是用简约峰 35.60吋的中控大屏 加上一个8295的芯片 显示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并且很有意思 这边有一个场景助手 就是说 哎 副驾在进行上车的时候 情绪价值拉满啊 它会给你说一个 哎 公主挺上车 真的挺有意思啊 包括它这边还有一个影音娱乐呀 上面有游戏呀 并且你还可以在里面K歌 还看电影 包括它这边呢 还可以自己进行对车辆的一个改装 就比如说 哎 我想换个车漆颜色了 对吧 大家可以就从这个色盘上面去调自己想要的颜色 这边还有一个自定义的轮毂 你可以自己进行改装轮毂 还有这个什么灯光秀 我觉得吉悦在这方面设计的还是真的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台车的配置呢 全系标配了方向盘的加热跟记忆 前排的加热跟通风 在9月30号之前 这些所有的配置基本上都会给你赠送了 比如说一个这个半幅式的方向盘 包括前排的这个最压磨 后排的加热通风都会给你配备到 包括轮毂是20寸的 然后265的轮胎 布雷伯乐刹车 包括头枕的一个音响 它全都给你配备到了 所以说在9月30号之前 如果你有购车意向的话 选择吉悦07这么一台中大型的 仙背式的轿跑 我觉得还是非常香的 好了我们坐进吉悦07的后排啊 整体的舒适度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空间表现呢也还不错 作为一个中大型轿跑来说呢 它的腿部空间有将近三全的一个距离 但是有一点需要跟大家去说明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腿部的支撑性 我感觉有待提升 为什么就是你正常往这坐的时候 这个地方支撑感觉稍微有点不足 如果你想支撑足一点的话 你把它放下来之后呢 脚部又会有一个阻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进行改进的 然后它后排也有一个 7英寸的一个音哩屏幕上面 可以调整一个风量啊 包括媒体音量的一个大小 所以这点我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边呢也有两个Type-C的一个接口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体悦07摔车 摔车呢其实总共分为几个版本 一个是单电机的后驱 最大功率是200千瓦跟343牛米 还有一个双电机的四驱 然后呢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呢也是分为几个等级 从660公里到770公里 再到880公里 然后770跟880公里呢电池呢是用的三原理电池 售价呢是从20万9900到29万99.9 当然呢这台车最值得一提的呢 还是它的这套支架系统 在我之前参加了一个第一电动网的一个比赛嘛 开着这个吉月的01 然后去比赛 然后在那次表现当中呢 我觉得它的这套辅助驾驶 还是可选可点的 并且呢现在9月30号之前 购车还会直接就给大家开通这个城市路段的一个辅助驾驶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近期有这个购车想法的 我觉得选吉月07是一点毛鱼没有的 它的外形呢也是足够的运动时尚空间呢也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智能化的一个体验 也是在同级别里面表现还是可选感点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手握20多个W的话 你会选择它吗